瑞邦杯世界夫人加拿大赛区总决赛 继颁奖盛典 日前是在位于布雷甸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的巨星舞台 原本落下眉雾 2022世界夫人加拿大赛区总决赛 是全球60多个国家参与的世界夫人选美的一部分 加拿大赛区有数百名已婚女性报名 最后12名加利进入决赛 冠亚季军和民选冠军 将代表加拿大参加世界夫人全球总决赛 世界夫人比赛是为全球的已婚女性 提供展示自我和魅力的一个平台 我非常荣幸今年能够作为加拿大赛区的执行主席 我自己曾经也参加过选美 那我现在退到幕后 我很开心能够见证到这些妈妈们 从不自信走到自信的一个蜕变 加拿大冠名赞助商瑞邦金融集团总裁廖子卫表示 世界夫人选美的从多维度多元化包容性和社会角色 来展现当代已婚女性的风采 世界夫人的这个选美 我觉得他们选的是坚强 选的是奉献和大爱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嘉宾 你们都充满在洋溢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入围决赛的12位嘉莉 经过起跑展示 自我介绍 才艺展示 晚礼服走秀几个环节 最后由乌克兰裔的 纳塔利亚 加弗利刘克 夺得加拿大赛区冠军 世界夫人加拿大赛区赛事 由世界妇女联合会承办 由温哥华巨星舞台艺术学院 美丽愿景公益会 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协办 看到她们在舞台上亮丽那一刻 我们真的很开心 同时我们也特别感谢 我的小女儿 也这次也帮了很多的忙 特别是在舞台灯光方面 出了很大的力 所以也很感谢台前幕 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默默的付出 凤凰卫视 苏惠文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